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在6月26号,台湾海巡署在澎湖列岛周边 再次以越界捕鱼的名义扣了一艘大陆渔船 这应该是离大陆渔民遇难事件仅仅过去了4个月 再次扣 台湾海巡署是顶峰钻 而且是在咱们死刑意见公布之后 目前看的解放军大陆海警 其实正在等待这个机会 他们方面说事发地狱是位于澎湖列岛 叫湖景雨 位于澎湖西南方 距离澎湖5公里左右 二十四渔民遇难事件到现在为止 台当局和台海巡署从来没有表示道歉 将责任完全推卸在大陆渔民身上 而且这种伎俩咱们说就是推卸责任 实际就是时间一沉长的让人忘记 大陆反其道行之 他居然道歉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你道歉 中国海警直接拿回了金门的管理权 中国的海警拿了金门的 他现在又在澎湖看到了吧 又在澎湖醒目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拿回澎湖的海上的管理权了 中国海警是部署了两千吨 两艘海警船在金门海域长导海行航 台湾海巡署现在基本上没有任何应对措施 当时咱们特意强调过 台湾海巡署在金门就下岗了 现在在澎湖这事肯定是 我觉得这事是赖清德直接下令 因为所有人海巡署都知道 上一次出了事闹这么大 他必须得往上报 肯定是赖清德下命令 26号 赖清德是扬言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权利 实际咱们看 大陆控制金门 那下一步就是什么 就是澎湖 他为什么不在金门装 看到吗 就因为金门已没大陆施控了 他只能在澎湖这人 他不敢在金门装了 下一步其实就是我们的海警 海军要在澎湖 要加紧行动了 澎湖两岸的 其实两岸渔民一直是 这是一个天然渔场 两岸渔民是一直在那打渔的 这种东西 澎湖作为台岛最大外岛 它的均日价值非常高 就是说澎湖一旦失守 台岛就不保 这个从古代也好到现在也好 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说这个岛是海峡中间 中线附近 尤其是现在是变成了台岛的天然屏障 由金门现在变成澎湖了 澎湖已经是要塞化了 金门相比 澎湖距离台岛直线距离又很近 台岛对澎湖的军事防御 掌握力又强 它一直是台海军和空军的部署的一个重要点位 台海军的146舰队 驻扎澎湖 马攻军港 下辖226战队和268战队 装备8艘成功级辉舰 战时承担拦截 我登陆舰 机动作战手 换句话说 这个地带不像金门 纯牌警戒 警戒阵地 这个实际什么 一 这就是它的一线 一线二线 这是澎湖就是一线 金门是警戒阵地 那么一线就是澎湖 所以它重兵压在这 台军的第一战术联队也诛杀在澎湖岛 装备50余架的台湾自研的金国号IDF 主要负责台西南空域的防空任务 监视警戒解放军军机海军 咱们注意 这7天解放军连续 7天围台岛 全向围 连续7天把台军给吓了 所以26号 拉西德抓 抓人了 现在就是必须发出警告 就这个意思 如果澎湖丢了 那这实际 澎湖没有制空权 这海拳 它真是慢了 所以说美军 据说美军的预警役也已经出现在台湾西南 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地带 绝对是有这个 有这个实战 就是电子战 实战 那么一旦爆发冲突的话 解放军登陆 实际就从这个方向 一定会靠近澎湖的 所以台海军署 敢在澎湖对大陆动手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这个地方有海军 有空军 和外岛相比 就是它有这个台军撑腰 那如果解放军拿下澎湖拐牙拳 对吧 这个海拳制拳 海拳和这个制空权 那台军整体的这个防御体系就被打破了 一线没了 只能奔着二线 那相当于就直接掐断台军整个防御体系了 我预警体系 包括打击体系 向前推百公里以上 据说解放军对台的斗争方案中 其实澎湖是必须要拿下的 是一个跳板 我军的火箭军部队 应该是要先拿下澎湖 然后快速登陆澎湖之后 把191火箭炮要上澎湖岛 以澎湖岛陆基发射火箭弹 打击台南部台军主力部队 就是什么高雄的一弹 我陆军的东部战区炮兵旅是03式的 191的火箭炮 增程式以后基本能打150公里 广东西还打 是打不到台湾南部地面目标的 那么我们就要快速登陆澎湖 然后在澎湖设置这个阵地 所以澎湖是我们陆军 未来是一定要拿下 如果打击的话 解放军现在需要一个机会 就是214事件之后 我们拿下金门了 现在我们确实需要拿下澎湖 历史正在给大陆机会 会不会我们联合利监B呢 2024B演习 主要就是封锁澎湖 既然你已经拿了中国的渔民了 另外赖清德如果是现在继续猖狂 我觉得他其实选错方向了 其实李敖讲没错 还是笨 赖清德现在狗急跳墙 居然说台军导弹连长 就可以向金门军开火了 我说这种困兽游斗 他已经紧张了 胡乱下命令 赖清德现在打出的反制牌 你看 一个是抓渔民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命令 台军可以连长 台军连长就可以开火 像不像咱们谈的 台军的顾立雄 实际就是把开火拳交给下边 证明了吧 证明当时咱们的分析没错吧 他就把开火拳放给下边 放给下边什么意思 你大陆来我就打 不是我的事 是底下的人 你敢不敢来 就这意思 民进党当局获美国声援之后 很显然赖清德 现在应该得到了美国的一些 我觉得一些口头上支持了 但是美国很有趣 美国口头上明确说 赖清德小美琴不允许访美 实际就是什么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言格 实际一会儿在谈 和咱们驻法国大使 卢沙也 他讲两岸还处于内战 这个话有关 内话谈也是在26号 结果卢沙也谈 然后赖清德应该是先抓人 然后我们再谈 实际同一天发生26号 很显然就是 美国人也非常明白 大陆实际什么 随时可以动手 赖清德其实现在不明智 我会单独谈一下 他和国民党相比 还是不如马云就聪明 民进党当局 现在首先抓了渔民 然后又提高了所谓的旅游 警戒级别 然后紧接着 台媒就开始 就开始吵赖几德 允许连长级别的 就是飞弹 就是导弹连 连长级别 可以向大陆交易开火 这个表态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对大陆恐吓 这就是对大陆恐吓 换句话说 随时可能 这个连长 大家知道 解放军也好 包括美军好 为什么要高层要通话 美军一定要让高层通话 基层官兵 这种擦枪走火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如果没有高层的控制 现在民进党给你的玩的法 就是没有高层控制 连长就可以开火 他用这种方式来恐吓警戒军 就认为警戒军不敢打 我觉得他就读警戒军 不敢开地枪 或者不敢开枪 就是意思 这简直就是赌徒 我觉得台湾人挺倒霉的 选择一个笨蛋赌徒 其实在 在过去 咱们很多节目都已经讲过了 民进党这个底层 顾立行当防长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什么 你们可以休假了 然后全力交给基层 实际就是非常不负责任 就让两岸随时可能出现战争 这种情况的连长都可以依 接战规则直接开火了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就可以随着打了 然后责任也不是我民进党 不是我顾立行的 实际就是底层的事 这种交代规则基本上就是 赖行泽算是正式掌控台海的开关了 实际就是开火 赖行泽掌控了就当于 也就是说 以前是必须上报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下令 对吧 现在不需要了 一个连长 连长你说他能下吗 他也不敢下 他也得向上级报 最终实际什么 最终实际就是恐吓解放军 如果你来再进 进十二海里 他讲了吗 孤立兄讲 进十二里我就立刻开火 开火全市长的连长手里 就不需要我上报了 所以就堵解放军不敢 进十二海里 我们这个渔民已经到五公里了 五公里就是不到十海里吧 所以等于是我们进了渔民 然后他就抓了 看到吗 他就抓了 澎湖 澎湖我们现在也要进去 我可以确定解放军 现在正在加紧行动 因为美军的 应该是电子战侦察机 电子侦察机已经抵达台西南 这个空域了 就是澎湖周边